我们下一个景点 辽宁省葫芦岛市水中县 酒门口水上长城 到景点之后 就半个小时停留时间 抓紧时间上车所 抓紧时间拍照 半个小时那能干啥呀 长城 长城多大跟你没有关系 多大你也进不去一段 你就跟外边拍拍照 证明你来一关就得了 你外边拍照 你不让常常飞好 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国一级景区 那门票得多少钱呢 进口花多钱来的不知道吗 下车值钱啊 每人一个桃 是不是都做渴了 都累了 当地的黄油桃 特别好吃 五块钱一个 每人至少买八个 下车之后 以交费为准 交费了你就下车拍照 不交费你就在车里等着 车上没车条 五块钱 五块钱的桃 咋的 五块钱 八块 八块一斤呢 一个 你这都五块 你八块 你这都五块 你别下车 给车上搭一张 你那桃保仇吗 不保仇 不保钱 就这价 不买不行 别那些话 听不明白 我发现这些游客 话得都这么密的 哪个什么呢 通过路的啊 手机放下 不用路啊 自己花多少钱 心没点避数吗 一百九十八 六千五九 还管饭呢 放下吧 路也没用 哪个不好使啊 就半个小时时间 抓紧时间上车所 别老拍照啊 没时间等你 车不等人 到点就走啊 你这也太不人硬化了 能丧良心呢 丧良心 那没有点 你灭人性丧良心的精神 能干了这活 抓紧时间啊 带好贵重物品 准备下车了啊